刀狼在台上 如果说这奥运会想要等着看他和刘欢 我一定是站在看刘欢的那个位置上 他不具备审美观点 刚才说了半天 就是刀狼的这个销量呢 我又闭嘴了 他的确我们谁都没卖过他 可是咱不能光靠销量 说起刀狼想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巅峰时期的刀狼 专辑卖出了至今华语乐坛 无法超越的天文数字 但是在巅峰时期的刀狼 却选择退出乐坛 他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这个天才歌手选择隐退 刀狼曾经直言自己不想当顶流 目标是想当一个二三线的歌手 一夜的爆火 让刀狼没有感受到光环带来的红利 反而是对他的生活 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 刀狼对哥哥的去世久久不能释怀 因为自己当时的不懂事 导致哥哥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在出走后没几天 就传来了哥哥出车祸的消息 刀狼伤心欲绝之际 选择了离开家 去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刀狼在旅途中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是一个舞蹈演员 后来两人有了爱的结晶 但是那个女孩却选择了 离开他们妇女二人 那个女孩的离开 是刀狼至今无法言说的痛 她将孩子交给父母照顾 继续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 刀狼在旅途中 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但是迫于生活的压力 乐队没多长时间就解散了 后来她认识了现任妻子 妻子对她的梦想表示支持 两人去了妻子的家乡新疆 并且成立了工作室 突然一夜火了 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要想说的是 真的这些歌是没有品质的 是让中国流行音乐倒退了15年 刀狼在那里创作了一首 又一首的经典歌曲 并且还获得了国家的五个一工成像 不过要说最出名的 还要是2004年发布的 2002年的第一场雪 这张专辑的发行 直接将刀狼推向了巅峰 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 这张专辑卖出了270万张 就连盗版的光碟 也卖出了上千万张 当时正值巅峰时期的周杰伦 发布的专辑卖出了260万张 刀狼巅峰时期 直接超过了周杰伦 可能我觉得刀狼的个性 刀狼的个性 其实他如果站在台上唱歌的话 可能他自己 我自己觉得他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他就很喜欢在目的 刀狼第一次在多人面前唱歌 还是在张艺谋的电影发布会上 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 他邀请刀狼来上主题曲 刀狼坦言自己就是一个草根歌手 上不了那么大的舞台 毕竟舞台上有刘德华 金城武等人 但是张艺谋却非常有诚意 在他的再三邀请之下 刀狼出现在电影发布会的现场 并且上演了《万人大合唱》 是刀狼吗 我是弹哨角弹哟玲 废吧 骗人 我真的是弹哟玲弹哟角 真的吗 然后他旁边的朋友一句 电话里面是弹哟玲 他很开心 然后他就送了一首 这个披草羊皮的狼 这首歌给我 在这次之后 刀狼的知名度打开 相继推出了新的专辑 销量达到上百万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 等着他的 是一众大咖的质疑声 在那段被质疑批评的日子里 刀狼将自己关在家里 后来他在红看唱了最后一首 谢谢你从此退出乐坛 红看表示 大门永远会为他唱开 有知名音乐人说他的音乐让整个乐坛倒退15年 更是有人说因为听多了精致的歌曲 当粗糙的歌曲出现的时候会觉得很好 在评选乐坛年度十大影响力歌手的时候 刀狼直接被拒之门外 当初罗大又在采放的时候说 刀狼有天生唱歌的丧子 校长谭永林更是亲自打电话求歌 并且邀请刀狼去自己的演唱会上 那首普通话和粤语合唱的披着羊皮的狼 至今是个传奇 而在万达集团的年会上 王健林多次邀请刀狼都被拒绝 最后王健林亲自演唱《西海情歌》 还记得你那一幕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 和你跟随那浪贵的后撩飞的那梦圆 还像风筝断绕线 拿不住你许下的落叶 台下的百万劳总在那一瞬间都变成了小迷地 刀狼的歌沁人心脾 无论怎么质疑 它都是永远超越不了的奇迹